前行政院新闻局秘书郭关英 图联合报细资料照片 分享 前行政院新闻局秘书郭关英保朱月退凤了 他因入台言论被撤职并听制任用三年 期满后受聘到台湾省政府当秘书一个多月就申请借零退休 却被全续补退回申请 他向保选会复审遭驳回后提告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认定征选程序未违反升迁法规定 去年判权续布应做成核准退休的行政处分 最高行政法院金博回上诉 郭胜肃确定年金改革前郭关英的月退凤为6万元 但经过年改调整公务人员退休金 实际月退凤待详细计算才可得知 郭关英任职新闻局期间提出入台言论遭监察院弹劾 并在2009年10月2日遭公务员承介委员会撤职并听制任用三年 由于年满65岁前要重任公职才能保住退休金 郭在2014年3月10日起到省府当秘书 但他在京十四天后急满退休年龄引发争议 权续布认为省府录取郭的程序没举行面试而有瑕疵 但他已退休程序无法补证 前年2月4日退回他申请的借铃退休案 郭不服先向宝讯会复审 宝讯会前年8月干3日驳回复审 认为省府办理郭在任秘书职缺的公开甄选程序 欠缺程序完备性 具有重大明显瑕疵 且依法不得补证 他在申请退休时不具限职公务员身份 无法依法办理退休 法院指出 医生清法规定 省府职缺若要有外人递捕时应公开征选 必要时得举行面试或测试 也就是说 面试或测验并非依法应践行的程序 省府有是其需要举办的裁量权 且省府在网路上征裁公告 有写出审合格者 是需求则优通知面试 若省府认为不必面试 静行录取即可 并不会因程序欠缺完备性而违法 法院认为 征选程序并未违反申签法规定 去年1月18日撤销全续部员处分及保询会复审 并应做成和准退休的行政处分 全续部不服上诉 案经最高行政法院驳回 全案确定